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98年国家邮电部选中了高秋英座的黎侯虎作为虎年生肖邮票图案 这枚被命名为虎虎生机的虎票 成为山西省即虎口瀑布映现木塔之后 又已载入极有史册的艺术珍品 2008年黎侯虎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黎侯虎的文化价值随之在更大的范围内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黎侯虎起源于商周时期以虎为图腾的民间风俗 历经数千年的岁月更迭风雨洗礼 已经化为一种民俗文化 深深地根植于民间百姓的生活中 寄予着祈福辟邪的美好愿望 做布老虎是太行山里世代延续的一项民间习俗 不论是谁家的院子哪家的窑洞 只要聚到一起就是其乐融融的一家 用黄色棉布做底色奠定了老虎的基本色调 富汗配以红布增添了吉祥与喜庆之感 黎侯虎肢体造型粗短胖 表现了敦厚健壮的形态 头微昂塑造了虎虎声微的精神劲 和孩子般天真可爱的形态 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演变 黎侯虎以独特的风格流传和继承下来 它代表了我国北方黄河流域 悠久的虎文化 蕴含着山西人醇厚质朴的民风 感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